亲爱的,你买买买,小心前面的紫色玫瑰 亲爱的,你找找嘴,风中花笑会让你成嘴 今天晚上6点半,我们带胡亭来啦 刚才这段才艺表演是宁夏吴中市洪四部区洪德车间 电商中信的直播间带货预告 这个直播间由洪德村的九位老人组成 他们中年纪最大的78岁,年纪最小的58岁 是名副其实的银发直播团 一直到6月8号,我们只能成立了洪德车间电子转型 那么这九个人,就是独孤九届 到了这个望洪,成了这个直播间的直播员 九位老人曾经都是南部山区靠天吃饭的农民 与土地打了半辈子交道 如今移民来到了洪四部区洪德村 在洪德车间里摇身一变当上了带货主播 为网友们推荐特色农产品 在两个月内卖出价值几万元的产品 虽然比不上真正的网红、大V 但他们对生活充满了信心 从只能对着镜头说大家好,欢迎你们 到现在流利的推荐产品 银发直播团只用了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而这些老人的背后也有精心策划 包装他们的老师 我主要呢就是负责独孤 就见这些老爷爷老奶奶 他们唱歌呀直播间的一个老师 他们平时呢就是特别学习特别认真 我们老师教的东西 他们自己回家在手机上面 在自己在学习 然后再一个呢老小孩老小孩 他们就是愿意在直播间展示自己 愿意就是接受一些新鲜事物 所以呢这点他们还是比较值得点赞的 在洪德车间里有许多岗位专为老年人设置 使这些留守老人多一份收入 让他们老有所为更有尊严 我们洪德车间的目标呢就是想 能够吸纳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在这就业 争取让洪德村所有的老年人都能在我们洪德车间找到适合的岗位 能格善武的呢就让他们去拍视频做直播 性格内向的呢就让他们去分装分检黄花菜 稍微年轻一点的呢可以从事给这个包装箱装提手 就是说让所有的人都在这找到合适的岗位 我们呢中国的社会老龄化的问题呢越来越严重 我们呢也想通过这个养老与产业结合 为中国的社会老龄化探索出一条农村经验 然后让它去推广 希望新兴之火将来可以了解 我们的社会老龄化探索出一条农村